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虚空原理 很简单 它怎么的分界这东西 讲连理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 如果上面有N个Force作用 如果这个Force是平衡状况的 Submission F等于0 如果这个点万一产生一个虚位移 随便给它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不像是真的 可能是想象中有这样一个位移 有一个ΔR 好,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虚位移产生的虚功 ΔU会等于0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点上面 这个点的Force有很多 达成一个平衡状况的时候 这个Force平衡的时候 你给它一个虚位移 所产生的虚功是0 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Force为0 Force为0,有位移也没有做功 那这个好像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 这个是基本原理 这个是对一个点 对一个Rigid Body来讲的话 Rigid Body来讲呢 有很多Force F1,F2,F3 好,那我们提过说 好,如果这个Body有一个虚位移 这边来 从这个地方变成绿线这个来 那我们知道说刚刚 内力所做的功为0 所以这里就有外力 可以听到这边有一个虚位移 移到这边来 这虚位移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这个呢,移到这边来 随便啊 那因为对于一个Rigid Body来讲 产生一个虚位移 那所有外力 因为这个虚位移所做的功为0 如果它平衡的话 如果刷是平衡的Equilibium 情况底下呢 所有虚位移产生的功会等于0 就是Submation FIDRI为0 那这个东西呢 就会很有用了 很有用 这个对于一个点来讲 如果它平衡的时候呢 这个点有虚位移 就算你有虚位移 它也虚功为0 看起来这个 理所当然没有用的 对于这个来讲是有用的 如果一个物体在平衡状况 你给它想象一个虚位移的话 那这个虚位移 丢屠这个外力所做的功 合切为0 这个就是虚功原理的最基本的精神 好,我举一个例 怎么用这个东西 对,这边还在等于0 等于0,对 一个2 在这里 有一个False P作用上来 好,这边有一个Ra 有一个RB 所谓一个虚位移呢 好,我受到这个Y的作用情况底下 我给它一个小小的位移 什么位移呢 它可能变这样一个位移 好,这里给它一个ΔB A点不动 给它一个旋律B 这样上来 好,那你看看 所有这个力量 对这个量 所做的虚功是多少 好,是不是 这个是RB 在这里 ΔC 从几何关系等于2分之ΔB 因为这个是一个Rigid Rigid beam 所以如果这个中间 这个ΔB 这个ΔB 方向相同做正功 P跟ΔC 方向相反做复功 所以 这等于是吧 等于RB 乘上ΔB 减去RC 乘上2分之ΔB 等于0 所以RC RB 算出来呢 就等于2分之1的 这个P Sorry,这个是P P 2分之P 平衡状况 这个B点的reaction 就可以算出来了 当然这个东西你说 理所当然吧 这个我都会算 这个每一个都会算 这个中心 两边都2分之1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给你一点点复杂一点的话 看你怎么算 好,一个量 请问这个静定还超静定 一个force song在这个地方 P 这个是距离 A A 2A 好 这里会有reaction force RA 会有reaction force RB 这个是B 对不对 好,这个是C 会有moment 这个是MA 那这个当然你们前面都算过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静定量 好,现在 如果我用虚公原理怎么做 我可以 B点的地方给它一个虚位椅 我想想它 想象它一个位椅 往上推一推 它会怎么办 在这边来 它可以这样推嘛 我只做这样一个虚位椅 这边呢有一个 DELTA B 其他 不动 能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一个hinge 这样做法的话 不影响这个整个redged body的特性 对不对 好,你看看 如果只给它这样一个虚位椅 整个 这个也没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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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做工是这个 所以变成是 DELTA U 就等于RB 乘上DELTA B 等于0 DELTA B 我们塞它 任何微流 不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呢 RB就等于0 从这样一个动态下 你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reaction是0 对不对 好,那再过来 我要怎么动 这个所谓 所谓这个虚位移呢 你想怎么动怎么动 可是不能折掉它 你不能说 这个明明是这样 我都这样动它 可不可以 不行 这样已经弯掉这个beam 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完整的一个redged body 这个hinge 你才能这样做 好,那再过来 我怎么做 再过来我就 好,我这样给它一个位移 可不可以 这样位移 把这个台 整个台上来 这边不动它 那你看看 这边 这个是RA 这边是P 这个是M RB 如果这样一个位移量呢 这样一个虚位移呢 由谁做工 这个也没做工 这个也没做工 复工 所以P乘上delta 复工 这个M也没做工 没转 没做工 RA也没做工 有 所以加上RA乘上delta 等于0 所以RA等于P 很简单的 动一动 就可以算一个reaction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要算moment怎么办 C是那个hinge 所以这里才能让你这样转 如果我要算M呢 就这样算 对不对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角度 这个就是A乘delta 这个虚位移度很小 所以A乘delta 那变成是 这个呢 RA也没做工 RB也没做工 所以做工的是 M跟P有做工 所以M乘上delta C 减去P乘上A delta 等于0 所以M就等于PA 很神奇吧 就利用这样子一个结构 利用它的特性 你想象它有一个小的虚位移 你自己设定 你最好不要一动 全部动 全部做工的也算不出来 最好每次动的时候呢 只希望一个unknone reaction做工 那你这样呢 很容易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出来 好 也许这样讲呢 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 那下面呢 书上举几个例子出来 嗯 那个左边那个靠墙 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fix end啊 这个是个fix end 固定端 固定端 不 这个是你想象的虚位移 你等于说 我所谓那个固定端呢 它等于说会产生一个 垂直reaction force 会产生这样 我把这两个化缘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墙拿掉了 就变成一个beam 承受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力量 对 对 一个free body free body 随便你怎么动它 可是你要不要这样动呢 我全部移上去可不可以 那等于说没动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对不对 你要想办法 最好每次动呢 只会让一个reaction做工就好了 那这样很容易可以算得出来 好 那我们看看下面呢 书上有几个例子呢 让你们了解一下 好 这边一个hinge 这边呢 它是故意把它 看成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事实上我来想 我这边也画hinge可以了 如果这个都是hinge 这边有一个false p撞上来 这个角度是 是theta 长度是L 好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要算 这个是一个静定结构啊 要算reaction force a b 那我们知道说 这边呢 会有 a 有水平 有垂直 有这样子一个reaction force 出现 好 出现 那现在呢 我就把两个hinge拿掉 变成四个红的reaction force 一个free body 我要算什么东西 要算这个水平力点多少 怎么计算 好 我就让它 产生这样一个虚位移 产生虚位移 那这个a点也没动 没动 所以这两个force 也没做功 没做功 这个水平移动 这个force也没做功 没有 只有这个force 跟这个force做功 你找出它们相关块出来就可以了 你移动这个角度是delta θ 这个delta yc等于多少 delta xb等于多少 所以p乘上delta yc 减去 加上了 加上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q 这个q q乘上delta xb 会等于0 想办法 这两个关系建立起来 就可以找出p跟q的关系出来 好 建立这个关系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设立坐标 设立坐标呢 好 我就设立 这个坐标的圆点在第一个地方 x在这里 y在这里 c点坐标 yc等于l乘上cos θ 好 所以delta yc 这是微分嘛 就是l sin θ 这个delta θ 负的 b点 我要算xb 所以xb等于两倍 l sin θ delta xb 就等于两倍l cos θ delta θ 就把这个delta xb 跟delta yc 带进界里面来 就可以算出 这个q呢 是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p乘上t θ 就可以算出 所以p呢 负呢就是往左边方向 往左边方向 往左边方向 嗯 这个这个线何不可以看啊 好 静定才能解啊 静定才能解啊 静定你现在你们还不能解啊 静定的水上才能力学才能解 所以现在 现在会给你们解的就是静定问题 ok 静定 你看这个有 react 这个有 两个 两个 这个hinge 那有两个reaction 六个unknone 两个free body 一个 两个拆开 每一个可以立三个方程式 所以6等于6 所以这个是静定 ok 好 那真正把shin来讲的话 回到树上那个题目呢 这边带着一个滑块 这个滑块 好 这个滑块呢 这边有一个force q顶着它 这边呢有一个p在这里 我们知道说这个垂时方向 这个2分的p2分的p没有问题 这个是你只要取一个 取一个submission ma等于0就可以把这个算出来了 好 2分的p 那如果这边还考虑摩擦力呢 这边还有一个摩擦力 f f呢等于是m乘上2分的p 这个是motion impending的时候 m乘上2分的p 好 那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呢 这个 记得摩擦力永远是做复工的 不管你往左移往右移 摩擦力一定做复工 因为摩擦力一定跟你想要运动的方向相反的 好 那同样我们还是 以刚刚那个例子 这样子一个方式来 给它一个虚位移 这个角度是dc他 dc他 好 那整个dl u等于多少呢 dl u 就加上这个 要加上这个什么 摩擦力转生的复工了 变成p 乘上这个 p乘上这个dl yc 减去q乘上dxb 再减去f乘上dxb f呢要等于2分的p乘上μ 等于0 我们把xb跟yc用这个关系带进去 事实上这个正负号的话 那你可以用看的看的出来 如果说这样转下来呢 这个yc是跟在force同向 你看同向反向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用正负号呢 p这个也往下还是负的 这个q往左也是负的 好 事实上我觉得说 最好是看什么 看你force跟位移方向是同向还反向 就可以决定正负号 所以p跟yc如果这样转法 它是正弓 这个是负弓 这个是负弓 摩擦力一定是负弓的 一定负弓 好带进去以后呢等于0 再解出来呢 q就等于-5的2分之1乘上tgθ 减去这个μ这个关系 如果没有摩擦力 就是2分之1ptgθ 有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会抵消掉一部分的水平分力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需要那个 会变小一点点 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真正机械 你在这边做的工进来 这个是u input 这个呢 q推动后面力量呢 这个是u output 这个等于p乘上yc 这个呢等于是q乘上xb 如果理想状况 理想状况呢就是 u的input会等于u的output 完全没有损失的话 这个是非常理想状况 可是真正机械来讲 不可能那么好 每个地方的摩擦力 对底效能一部分工 所以u的output 一定会小于等于u的input 所以这边呢 会有个所谓的机械效率efficiency 这是等于u的output 除上u的input 这个一定会小于等于1 不可能大于1 机械如果说有人跟你吹牛 说我做一个机械出来呢 它的机械效率大于1的 你绝对不能相信 除非它有其他的发学反应 或者应用其他方式 加 当然你加这个汽油 汽车的汽车弹能 当然会大了 你如果说用脚踩没有其他动能 没有其他发学能加进来的话 光从机械能 output绝对会小于input 只会小不会大的 不会大的 我就不好意思 以前审查有什么的专利 有人发明一个机器出来 他告诉我说 它的efficiency会大于1 这个很伟大的事情 一般机械的efficiency 能够有五六成就不错了 它大于1 我一看这个是一定是错的 找到哪里 终于找到错误 根本只是胡说八道 好 所以有摩擦力 它这个会使到q变小 q变小的话 产生的那个output功呢 会自然就变小了 自然变小 好 那所以这些的虚公原理 后面有几个例子 告诉你们是怎么用这个东西 你看完这几个例子呢 你会觉得以前算的东西太复杂了 用这个算很简单 好 第一题 有一个棒子 有一个棒子 Hinge在中心点 C点 这边有一个角度 叫做 θ 好 那现在呢 b点地方 有一个force 往左边 是p 在a点地方 有一个force 往下面是p a点 好 还有一个moment 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moment呢 这个a点也有一个往下 b点往右 整个棒子会旋转 对不对 我再加个moment给它 看moment等于多少 好 才能让这个棒子维持一个平衡状况 维持平衡状况 好 那这边呢 我就利用虚公原理来计算 好 那这边就可以 给它一个虚位于 这个θ 这边 让它转一个转角 这个转角是叫 Δθ Δθ 好 要有了Δθ 我以这个作为原点 xb 是等于多少 因为force x在水平方向 我就要算 x 方向的位移多少 a呢 是垂直力量 我要算a方向的垂直位移多少 moment 是跟转角的关系 所以xb是等于 l乘上 l是这个 sorry 乘上sinθ 所以Δb 因为这个Δ转角 等于就是 lcosθ Δθ y呢 我要算它 垂直位 a算 垂直位转转 xb管它 等于l乘上cosθ 所以Δa 是等于 -lsinθ Δθ 好 Δu Duelto 这几个force 当然 在这个地方 C点也会有reaction force 那因为这个转角 C点reaction force 会不会做功 不会的 所以 就算它reaction在这个地方 不会做功 不会做功 你就不用列出来了 因为这个转角 所以为什么刚刚 要你们看哪些会做功 哪些不做功 不做功的 就不用列在这个equation里面 因为这样转动 会做功是 这个p 这个p 还有moment 这三个 建立它们关系 好 来 根本就是 mΔθ 这个是moment moment 是哪个方向 moment sorry 反方向的 delta 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delta 在这个方向 转这边 瞬时针旋转 所以mΔθ 是正的 好 再 减去 p 乘上 delta xb xb 再加上 p乘上 delta y a ok 应该也是减的啦 好 那出来结果呢 再变成是 mΔθ 减去 p lcosθ delta θ 减去 p乘上 加上p乘负的啦 这个 l sinθ delta 等于0 因为deltaθ 我们给它的转角 所以这个等于0 消掉以后呢 所以最后算出来 m呢是等于 p l乘上 sinθ cosθ 这个结果 事实上来讲啊 这个东西 我个人不喜欢用这样的东西 我就喜欢用 这边有一个θ deltaθ的转角 那分到x方向的分量多少 y方向的分量多少 那至于说 4正4负 你可以平立的转过来 就知道说 如果这样 moment 如果说deltaθ 是瞬时针转 xp当然是往右边方向 跟这个p是 相反的 做复工 这样一转 这个东西呢 往上的 跟p也做复工 就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看得比较清楚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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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lcosθ 这个是x 正的 这个应该负的 sorry 谁错了 我超错了 这个应该负的 这个应该正的 你看 这样一转 a是什么往上 a点往上的 对不对 所以输会错了 所以我说 从座标看有时候 不见得会对 如果说你旋转起来 原来你 a点跟b点 往左跑 往右跑 往上往下跑 很清楚 可以看得出来 y是负的 y是负的 delta ys正的 delta ys正的 delta ys正的 这样旋转 这样旋转 a点是往上跑 delta ys正的 dued to delta θ delta ys正的 对不对 ok 这个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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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负 嗯 这个y跟 它的y是原本的 长度减掉后来的位置 对 它掉到y变负 对 不就不会变负 掉到y是正的 对 它是 你看这个bounce 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你看这样一旋转的时候 变这样子 这个当然这个点是往右边跑 这个点往上跑 对不对 事实上我觉得说 你就看这个东西呢 变成说 好我这个 m是这个方向 m常delθ是正宫 ok 这个p呢 减去p乘上delta xb 复宫 减去p乘上delta ya 是复宫 等于0 就ok了 就ok了 正负你自己统计 从这个force 跟唯宜的判断 这个会更清楚 会更清楚 ok 好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题目 10点2 好 嗯 怎么样 还是什么 y a 怎么样 如果相对于这个座標来讲 y a 是在下面 a 是在水平 所以那个 delta是正的 y点本身坐标是负的 y的坐标是负 delta a delta y a 是因为那个旋转产生的 那个是正的 产生正向位移 对不对 x点在这里 x点在这个地方是正的 所以它的位移是正的 因为正旋转 所以它是正的 y点坐标是负的 因为它是x卒在这里 y是负的 可是 因为旋转产生的位移是正的 delta y a 是 因为这个delta g的旋转 y点的 a点的位移 往上还往下 往上为正往下为负 如果你要定义坐标的话 我是不喜欢用这个东西 ok 好 那第二个题目 就是 这边有 嗯 一个system a b c 在这里 这边连累一根弹簧 那如果一个force加上来以后呢 这弹簧原来长度是h h 所以它是没有生长量是h 那一压 如果这个东西压下来后呢 这个东西会产生 移动 移动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y of c 移动到这边来 会维持平衡状况 请问 这个theta 应该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force等于多少 求这个东西 平衡手呢 等于多少 如果你没有加force 光是这个东西 它是在h 长度 这个是没有力量的手 加上去以后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 弹簧呢 它会往下跑下去 弹簧拉住它 你用力 它会往下跑 可是 它会不会全部掉出去 因为弹簧也有一个拉力拉住它 所以呢 平衡位置在什么地方 要你算这个东西 算这个角度 好 那现在我们 就 用 用这个虚位移 虚公原理的计算 从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theta 那这边 我就给它一个角度 这个theta sorry 应该是平衡状况 sorry 应该是 这个是平衡状况 h是某一个位置 没有加力量的受呢 弹簧长度是h 加上去以后 平衡受在yc yc是在平衡位置受的长度 好 那在这边呢 我就给它一个虚位移 虚转角 掉到θ 看看各点相关的变化怎么样 那这边也是用这个 它是用坐标点的这个地方 x在这里 y在这里 好 这个是b点 yb 为什么穿yb呢 force在y方向 所以左脚算yb可以 xb不用算 yb等于 l sinθ delta yb l cosθ delta θ yc 等于 两倍l sinθ delta yc 我把这个弹簧把它在这里切断 换成一个force f的这里 一个force f的这里 好 注意这个是一个弹簧力 弹簧力呢 跟它伸长长度有关系 弹簧力 因为这个是一个可以伸长量的弹簧 所以这个虽然是internal force 这个弹簧力有没有做功 有做功 因为这边这个force没有位移 不做功 这个force有位移 会做功 所以可以伸长的弹簧是会做功的 内力会做功 刚刚提到这个是不可以伸长的cable 怎么动法都不做功 可以伸长的弹簧是会做功的 所以这个要分别 好 那 有了这个以后呢 s 就等于 yc 减去h 这个是 这个伸长量 s 那 等于是 两倍 这个l sin c 减去h 这个是 平衡状况情况底下弹簧的伸长量 平衡 平衡 平衡状况 那delta s f 是等于k乘上s 是等于k乘上这个东西 好 有了这几个东西 有了f 有了这几个东西 我们看虚弓 虚弓 当然这里还有一格 垂直reaction force 如果给这样一个虚位移 这个force 这个force跟这个force 没做功 这个force有没有做功 没做功 没做功 所以真正会做功 就是p这个force 跟这个 这个弹簧力 弹簧力 ok 所以变成是p乘上delta yb -f乘上delta yc 等于0 这个做正功 这个做复功 force往上 位移往下 说复功 把这两个结果 带进去这里 算出来呢 就可以找出 这个结果来 这个变成sine θ 这解θ 等于是p 加上两倍的kh 除上这个4倍kl 那要算f呢 就等于k乘上s s那就用这个代言去 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个题目呢就是 对 虽然这里有一个 两个force 这两个force 这里有一个force 可是我给这样一个虚位移的话 purpose这样一个虚位移的话 那 我eliminate 我不需要这两个force进来 所以这两个force 因为这个虚位移没做功 会做功就是这个forcep 跟这个弹簧力 f这个也不做功 那这样呢就把你不要算的东西呢 不要摆在里面来 这个虚位移随便能怎么给的可以 可是要给的合理 你不能说 给到说 一个虚位移给它呢 跟原来结构形状都不一样 原来rigid就是rigid 你不能让它中间折断掉 只要保证 持这样原则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题目呢 还不算是 它有什么太大功能 我们回想看看第五章算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如果你翻开第五章算是非常复杂的 好 我们在这边 再看第五章这个 第六章 sorry 那个题目 10.3这个立体 接下来这个平台 各度的要数目 在这边 好 在这边 对 好 好 好 谢谢 好 这个题目大家应该记得 所以说这边还有一根 我们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hydraulic jack 那这个地方呢 当它达到某一个角度 ceta的时候 这个ceta能够60度 要你说这个时候 hydraulic jack提供的force 跟这个w中间的关系是如何 那时候我们怎么算 从这个地方算出这个force 这个force传到这边来 这里就传到这边来 一个一个分解下来 翻开第六章 这个书算了两三页 才算出这个结果来 这里中间呢 它需要算很多很多内力 一个一个传过来 这个虚功原理 最大好处是说 内力不做功 所以我一个序位移 所有东西都位置化出来了 可是我不用管内力 因为内力不做功 我只要管两个外力就可以了 好,我怎么算 我这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free body 让它产生一个虚位移 这个虚位移呢 是这个方向 这个delta c在这里 产生一个delta c的虚位移 那整个平台就往上移 这里呢会产生一个delta y出来 delta y 那这里呢会产生一个delta s的程度出来 那其他的这些力量,这个力量,这个力量都是内力 那这不用管它的位移多少 那如果这样切一个free body呢 就直接relate这个force w 跟这个cylinder的力量 中间的关系 你只要找出这个虚位移 跟这个虚位移中间relation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这样做起来呢 这样这边有力 这边有力 还有很多内力 可是我给它这样一个虚位移 这个力有没有做功 没有做功 内力有没有做功 没有做功 真正做功就是这个外力二分的w 还有这个cylinder这个会生产 会生产这个力量 OK 好,那现在呢 首先我就知道说 y,如果我坐标系统设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往上是y y是等于2a乘上这个是sin θ 因为这个虚位以delta y等于多少 就是两倍的acos θ delta θ 那事实上这个关系呢 你可以用微分算 我也可以这样子来算 好 我这个是2a 产生一个delta θ 在这里 好 这段距离 这个距离多少 是2a乘上 2a乘上delta θ 好 那要算这个地方呢 再把这个分起来 分起来 这个角度是θ 好 把这三角形放大来看 虚位移得很小 这个是2adelta θ 这个角度是θ 所以这个呢 就是2adelta θ 乘上cos θ 所以这个就是2adelta θ 乘上cos θ 这样呢就可以 你就不需要用 一定要用微分的方式来算 对不对 从这里 转过来 这个转到弧长 是不是2adelta θ 从这个三角形的关系 这个高度 就是2a sin θ 这个呢就是sin θ 因为现在呢 w是垂直的 所以只要算y方向就可以了 好 那再过来算 这个cylinder 这个长度 怎么计算 这个长度呢是 这个是 2l 用三角函数算 没错 好 s平方 等于a平方 这个三角函数是在这里 l啊 sorry l 这个2l 这个a 这个l 这个是θ a平方 加上l平方 减去两倍的 alcos θ 这个是余权定律 对不对 好 那因为这个θ变化 两边取为分 就是 两倍s delta s 等于这个 等于const 没有为分 减去 两倍的al-sin θ 乘上delta θ 所以delta s 就等于 a l si θ 乘上 s delta θ 所以 delta s 跟delta θ的关系 找出来了 找出来了 delta y 跟delta θ的关系 找出来了 好 所以虚公原理 delta u 等于 p 那个 sorry w是 往下 位移是往上的 所以 负的 二分 w 乘上delta y 好 cylinder 如果这样θ是立生旋转的话 s是正常的 所以 是 加上f 乘上delta θ 而s 等于 0 这两个 分别都可以 relate to 这个delta θ 就可以 一下子 马上解出来 这个f 就等于 w s 除上l 和tg θ 一步登天 一步就可以把 这个第五题 那个 很啰嗦题目 全部解决掉了 你回头翻翻第六章 不是第五 第五 第六章 那个题目 要怎么解 要从这个地方 先解接力force 一个一个传过来 一个一个thick free body 来看它 那我在利用这个虚观点 转一转 我就动它一下 脑筋动一动 动一动呢 我就把其他force 不要做工 我不要算其他force 都不要让它做工 我只要让我要算的force做工 中间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就可以算出这个结果来 那这个细部数据呢 我就不写的翻 带进去呢 结果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的事 那从这个题目 我想你们可以体会到 这个虚观原理的确是 有些地方是非常方便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虚观原理 好 我再重新讲一遍 虚观原理 两个部分 一个 principle of virtual work for particle 这个是基本观念 没有用的 如果particle是平衡 很多作用力上平衡 这个particle 因为一个虚位仪 产生的虚观总和是零 这个是理所当然 reforce是零嘛 再过来对reaktive body reaktive body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 就开宗民意推导过 所有内力 还有 哪些力有功哪些没功 内力是没有功的 所以整个reaktive body 有一个虚位仪 内力的功是不考虑它的 不用考虑 所以为什么这边呢 这些内力 因为这个虚位仪 本身这个点也有位仪 没有关系 内力做的功是零 是零 所以不用考虑它 内力的功是零 没有位仪的功是零 force跟位仪 垂直的功也是零 把这些通通把它不考虑 最后最后只考虑到 一个reaktive body 受到外力情况底下 所有外力 因为这个虚位仪做的功的submission 是零 这个是虚功原理 最大最大的好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虚位仪 怎么给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free body 只要你是一个reaktive body 原来是直的杆 你不能折掉它 原来是hinge 你可以让它转弯 利用这些基本原理呢 你可以建立这些 你想象中的虚位 你要怎么给都可以 可是不要给 不要给的过分 不要折断它 那这样呢就可以 不同的虚位仪 可以让你算出 不同的结果出来 这个题目 这样一个转一转 这个虚位仪呢 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 这种internal force的计算的部分 你可以从这个题目的做法 两三行跟第六章题目的做法 两三页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就可以比较一下 各种方法 学会以后呢 你都可以用来做 用在不同的地方就是 好 那对于这几个题目 讲完以后 对于这个虚公原理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 补充说明的 还有三页啊 六点钟前把它结束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继续 我说今天有点快了 我说时间有限没办法了 你们又不愿意我加课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慢慢上 晚上再来上都可以 10.6 Walk due to finite displacement 一个有限的位移这个公怎么计算 刚刚只算一个小小公 一个小的displacement 产生的小的公多少 那现在我算全场的公多少 好 这边有一个curve particle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f 重要在这里 particle外移在这个地方 dr在这个 dx在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是α 好 那我们刚刚定义过 它因为一个小的displacement 产生的公是多少 是f.dr 就是fds 常上cosθ 好 如果说我从 a原点0 这个叫a1 到一个final point a2 可以说的公多少 那这个u from 1 to 2 从这个点开始 这个phorcel上去 一路让这个particle移动到 第二点去 做到公多少 等于是 积分du 由a1这个点 到a2这个点 来把它做积分 好 那如果说我们换图 很清楚看到 如果这个是fcosα 这个是s 从这个s1开始到s2呢 它可能每个地方呢 这个term都不一样 这个事实上就是把这个面积积分起来 这个term就是把这个面积积分起来 这个就是total work done from a1 to a2 好 如果说 如果说 f平行 ds always 所以公u1 to 2 就等于f乘上 这个是s2减去s1 这是force乘总距离嘛 如果说你的两个方向相同的话 永远相同方向的话 这是force乘距离 当然moment也是一样 du等于moment乘上dθ u就等于积分momentdθ 因为moment跟dθ 永远同一方向 所以如果moment constant 这个等于是moment乘上θ2 即便去θ1 如果moment是constant的话 就可以这样来写 好 另外一种功 就是walk by weight 有重量所做的功 一个a1就这个位置 重物重量w1w 这个地方 它是y1 移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w在这里 这个距离是y2 在中间某一个地方w 这个高度是y 好 那我们du 怎么计算 等于从这里移动到这里来呢 这个距离是dy往上移 y往上为正 往下为负 w是往下的 重量一定往下的 一定等于负的w乘上dy w乘dy w是constant 所以u等于负的积分 wdy 这等于w负的积分 dy 从y1积分到y2 所以这个是y2-y1 所以等于 minus的w乘上delta y 你把一个物体从这里移到这边来 水平距离 不管 因为force是垂直距离 所以只要管 从w从y1到y2这个距离的高度差 就是这个物体从a1点到a2点所做的功 所以我们只要什么 像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要算出它 它在每一个force跟这个位移量 它在这个component方向的量相乘就可以了 那就算你在这个地方移动距离ds是这个方向 可是呢从这里到这里 我只考虑dy就可以了 所以总个 由a1到a2 这个重量所做的功 就是w常常delta y是负的 由下往上提做负功 由上往下提做正功 做正功 这个是重 那再过来呢弹簧也有一个 这些里面以前都学过啊应该 弹簧 快了快了 好 圆长度在这里 这个是 圆长度在这里 这个是x1被拉长x1 这个呢 被拉长x2 那中间被拉长到某一个地方 这个字叫x 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总会有一个force 你拉长 它的方向就跟你 方向相反 force跟被拉长的方向是相反方向的 所以f 基本上是等于 k乘上xx 所以x是生长量 原长度 生长多少 k乘上x 好 那要做的功 du等于 f.ds x 所以u就等于 这个积分 kx 然后dx 来做积分 所以 等于是 2分之1的 kx2 平方 x2平方 x1平方 x1平方 减去x2平方 负的 负的 ok 好 所以最后 原先在x1的位置 最后在x2的位置 这个弹簧 从这个地方 被拉到这里做的功是多少 如果x2大于x1呢 它是负的 你要从这里 拉到这边来 弹簧的力做负功 等于说你要外力给它一个力 它才可以拉到这边来 如果画成图呢 这个是x 这个是f force 跟x 乘垂直关系 所以这个是x1 这个是x2 从x1这个位置到x2位置 所做的功 是这一块 好 你要从 比较短的距离 长度 拉到比较长的长度来 这个弹簧的力做负功 你要外力加功才可以 从长的距离 缩短到短的距离 弹簧的力做正功 做正功 所以整个功是2分之k 乘x1平方-x2平方 看这两个了 好 那丢图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重力 所做的功 只跟它最先的 最开始的y1 跟最后的y2有关系 这个弹簧呢 所做的功呢 也是只跟它 最开始的位置x1 跟最后的位置x2有关系 中间怎么动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种功 叫做independent of pass 跟走的路径无关 你可以从这里 走到这边来 回头再走 再回头再回头再走 最后走到这边来 那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中 不会因为你走路径 怎么走法有关系 所以跟怎么走路径没关 台黄这边也是一样 从x1这里 拉长缩短 拉长缩短 最后拉到x2来 跟一次拉过来 所做的功是相同的 相同的 所以这种功很清楚看到 那我们从开始位置到最后位置 它的功是多少 只跟它开始跟最后的位置有关系 这种功唱着independent of pass 跟路径无关 你这样走也可以 这样走也可以 这样走也可以 随便你怎么走 只跟你最先跟最后位置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边呢 可以用一个叫做potential energy的观念 来取代这个东西 下面就介绍就是 potential energy的概念 哦 讲不完 好 好 potential energy 对公来讲 我define一个Vg等于Wy 对弹簧来讲 我define一个V1等于2分之1的kx平方 这个是due to weight 这个due to spring 目前大概只有这两种我们考虑 那在这边呢 这个u from 1 to 2 会等于V1-V2 这个结果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出来 那只要有这个definition due to weight 我定义一个potential energy Wy只跟它位置相关 好 弹簧2分之1kx平方 跟它位置相关 那这边呢就可以写成 不管弹簧也好 重力也好 它所做的工 from 1 to 2 这等于V1-V2 这个就是independent of pairs 那这个就是potential energy的基本定义 当然不止这两种 如果以后你可以发现其他力 它所做的工也是跟路径无关 它也算是一个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好 那我们看看potential energy 从重力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我就看上面这个图好了 我喜欢用这个图 这个圆盘上面一个球在这里滚动 如果我们这个 从这里开始算y 它在这个弧线上面滚动 它滚动的最低点这个地方是稳定的 然后呢你推它一下推它一下 最后呢会滚回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稳定的平衡 这个点是一个稳定平衡 stable equilibrium 如果它是曲面是反过来的 在这个点上面 会平衡 刚好摆这里不动它平衡 可是轻轻推一下呢它就倒下去了 这个叫unstable平衡 如果这个是一个水平的 球在这里 你滚到哪里它的平衡在哪里 这个叫neutral equilibrium 水域平衡 那对这个来讲 我们如果只看这个球的重量 跟高度来看呢 它就是w常上y 是它的potential energy 对这个来讲它的potential energy 是这样 对这个点来讲 它是一个最低的 这个是最低 越来越高对不对 越来越高 它这个是v 这个是x 这个呢 反过来 这个点是一个最高点 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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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是一个 任何位置 它的potential energy都相同 那这个有一个最低点 这个所谓就是 v有一个minimum的时候呢 代表它是 这个时候是一个stable平衡 v有一个maximum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unstable的平衡 v是constant呢 它代表它是一个neutral的平衡 neutral平衡 那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发现 要平衡 要达到最低点 这是一个dV vdθ 等于0 这个是一个平衡条件 平衡条件 一定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或者这个 才会到它平衡 那稳不稳定 就看二次微分 dV 平方 dθ 如果这个大于0 大于0 就是stable 这个 表示它是一个 最低的minimum potential energy 如果说 d平方v dθ平方 小于0 这个是unstable 二次 一次微分 对这个curve来讲 一次微分为0 就是最小值 或是最大值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平衡点 有一个平衡点 然后 如果说 二次微分 表示说 这个slope 随着 θ方向是 增加减少 如果说 随着θ方向增加的 大于0 表示 从0开始 慢慢变正了 变正了 表示呢 这个点是最低点 这个是一个稳定平衡 那这个呢 从0 变负了 所以 这个小于0 表示这个是一个最高点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 如果等于0呢 就是 微分一次两次三次呢 都是0 所以这个都是 随于平衡 好 这个东西呢 可以用来去 做一些判断 整个system是 什么地方是平衡 什么地方是稳定平衡 什么地方是不稳定平衡 好 最后一页 如果说是 这个是一个变数 对不对 两个变数以上 这些呢 我想直接把结果写出来 这个没有时间推倒了 如果说 这个 potential energy v 是一个function of 两个变数 theta1 andtheta2 情况底下 什么情况 会平衡 就是 partial v partial theta1 v theta2 要等于0 这个是平衡状况 另外呢 就是partial平方v 两次为分 平方 减去 这个可以推导出来 不过这个太长了 我就 没有找这个推导出来 这个是在optimization 那些领域上面呢 可以找出来 大于0 小于0 同时在 这个是平衡 这个是平衡 这两个呢 是稳定平衡的条件 好 这个变成一个三度空间 它等于说 在这边滚也是最小 那边滚也最小的意思 所以两个都要大于0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好 最后 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or这个 最后一个立体来说明一下 这个有点超像 怎么样来计算这个问题 再五分钟就好了 4.4 这就是 这个 对 有点 有点 在 就是 大 有点 有点 对 还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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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下面一个题目 有一个圆盘 外面在边缘地方 有一个重物 质量10公斤 内盘带一个弹簧 这个弹簧呢 它的k是4kN per meter 然后在细塔为0度的时候 这个弹簧原来长度是细塔为0度 现在请问 当这个重物往下滑下来的时候呢 在什么地方会达到平衡状况 这个平衡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算这个东西 好 那这边呢 给我们两个条件 那这个一个重物 一个弹簧 好 这两个呢都满足这个potential energy的定律 好 如果不是potential energy 这个大概没有办法用 都满足potential energy的定律 好 我们算是看 从这个重物跟这个弹簧加起来potential energy 什么时候会有最小的potential energy 什么时候最小 那最小时候呢 它稳定还是不稳定 好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 好 如果说我们先设定 V 这个到这边来 升长量是S V1弹簧的位能等于2分之1的k乘上s平方 s呢是等于半径80乘上这个k啦 乘上s是等于a乘上θ这个是a 这个是b b ok s就是这个长度 如果说原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弹簧没升长 掉到这边来的升长多少 升长就是阶段 阶段就是弹簧的升长量 对不对 升长量就是s 所以如果升长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呢 弹簧未能是这个 这个时候重力未能是哪个呢 Vg等于w乘上y等于mg b乘上cosθ θ是这个 那cosθ是这个 这个高度 然后以这个作原点 好 所以如果说转到这个角度 这个重物的位置 是不是在离开这个原点 b乘上cosθ的位置 所以卫能就是w乘上高度 好 Total energy V就等于2分之1的kA平方 θ平方 加上mgbcosθ 好 这个是potential energy 好 有了potential energy以后呢 我们再算什么时候会平衡 就是平衡条件 就是 dvdθ为0 为分为0 就是得到kA平方θ减去mgb3θ为0 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解出θ出来 解出θ出来呢 解出θ出来 再带进去 这个数字 sinθ呢就等于0.8699个θ 你把kA平方θ mB通用带进去 就可以解出这个结果出来 triL triL 对 t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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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马上有一个答案是什么 0 对不对 所以θ一个是0度 第二个呢 就是0.90个radius 这个是弧度啊 这个是51.7度 好 这两个答案都满足 换着说呢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平衡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在这边 弹簧鱼刚好没有那个伸长 那这个reaction force 刚好承受它 刚刚好 moment也没有了 完全平衡状况 第二个 掉到这边来的时候 掉到某一个位置来的时候 force在这个地方 force在这个地方 刚好两个拉住 也可以达成平衡 两个可能都会平衡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两个状况 哪一个是稳定 哪一个不稳定 那我们再看第二次微分 第二次微分 那你就把这两个结果认去 当θ等于0度 带进去 你发现 dv dθ dθ 会小于0 这个是等于26 带进去 25.6 减去 29.43个cosθ 这个是 numerical的数字 带进去 那θ的0度 变成25-29 等于 负的小于0 所以 这个是 unstable θ等于 51.7度 带进去 你会发现 这个会 大于0 7.36 所以这个是 stable 不是随于平衡 是不稳定 很清楚 你可以感觉到 如果重物在这个地方 虽然可以维持平衡状况 可是稍微动一动呢 它这个会不会有点 不会回来 不是随于平衡 unstable平衡 等于0 等于0 等于0就是要再微分 两三次以后 通通等于0 就是随于平衡 随于平衡 所以 这两个 从这里 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 是不做工 这个reaction不做工 所以 真正做工 只有这个重量 跟这个弹簧力 只有重力跟弹簧力做工的case 我们可以用potential energy的概念 来去计算平衡问题 因为这两个是 跟路径无关 只跟位置相关 我们 利用potential energy的概念 就是 把V算出来 V due to spring V due to 重力 把它摔折后 让它微分为0 找到一个极值 这个极值 可能最大 可能最小 最小那个东西 就是稳定平衡 最大 那个就是不稳定的平衡 怎么判断 判断二次微分 看它第二次的微分 如果小于0 它表示stop 往下掉 这是最大的 大于0 stop往上翘 这是最小的 所以从这里 也可以判断它 稳定跟不稳定的问题 那这张呢 讲得有点快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样好不好 这张呢 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今天的讲到 应该很新鲜 给你们优惠一点 那这次考试 两个题目出在第十章 两个题目出在第九章 两个第十章题目 从我阿塞的习题里面出 从我阿塞题目出两个题目 第十章 OK 那这样够优惠了吧 第九章 第九章就不一定了 第九章就不一定了 第十章是确定的 对 第十章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 第十章 第九章有一个是从习题 一个不是 对啊 等于说有 这次给你们三个 三题习题 一题非习题 还有加分题是我自己出了 看看做什么题目出什么 好 再宣布一次 考试时间下个礼拜一 一月九号三点二十分到五点半 五点半期末考试 考试范围 Monday 三点二十 到 到 范围 九跟十 九章 你不能说前面都不考 前面还是要用到了 所以第九章跟第四 你来发好了 好 我看看啊 平均分数 63.8 63.8 最高分我刚说109 109 109 最低分 还有零分的 不好意思 那个同学我说 全部考白卷 什么一个字都没写 我给他分数就没办法给了 所以最高分有109分 最低分是零分 平均63.8 好 所以 第四最后期末考试是 下礼拜一 三点二十五点半 考试范围很少了 这次啊 第九第十章 因为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呢 第十章的题目 两题 从习题出 从里面做的习题出 第九章 一个习题 一个非习题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加分题 加分题 那加分题有10分 还是15分 到我出来你就知道了 OK 好 还有下礼拜 同时交第九章 跟第十章的习题 好 OK 一定要做啊 你做完这个习题 可以拿75分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